一眼黃雨昕放下跆拳道國手的身份後 轉夯進軍演藝圈 也出演過多部台劇 黃後剩下兩個寶貝孩子的他 不時會在社群平台分享育兒日常 對於教育話題也非常有感 經濟他發文透露自己獨自帶著孩子們 到泰國旅遊放鬆 周圍的親人都很擔心他一個人要照顧兩個孩子 在泰國自由心生怕他一個人應付不來 但黃雨昕表示 自己在2月時就已經到泰國採點 確定當地是適合親子旅遊的地方 才最終決定前往 他認為讓孩子在旅途中 學習要對自己負責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也要捨得讓自己成長 黃雨昕也不忘強調 夫妻倆感情很好 感謝丈夫在台灣備戰 他才有機會帶著孩子們出遊 他使用途中 她的親愛的確保 她們還是老 facto 可以看到自己的對話 我們應該是 感谢观看